陳志玟琪 詠畢 今天我們看《修母義記》下的第十三章 我們先會分一些段落 第一節到了… 第二、二、一節是一段 然後就是… 23至33節 然后就34到最后 Michael,可以给你一点点 这一章圣经可以说是整个大卫皇朝开始一步一步越走越是陷落的情况 我们来看这一章圣经 我相信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提醒自己 特别是这一章圣经在大卫犯罪之后 虽然他向神认罪,神已经原谅了他 神原谅了他,神套没了他的罪 但是最大的后果,那个影响力始终都在 这个大卫没办法,他其实是需要去面对的 这个破口已经打开了 所以你看到虽然神丟毁了我们的罪 已经套没了,但问题就是当我们打开了这个破口的时候 罪的权势就像如入无人之境 好像挡不住的 进入到他整个家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就有了这一章圣经出现 我们来看今天发生什么事 第一节一开始,他说 大卫的儿子鸭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媒子 名叫他玛 大卫的儿子暗乱爱他 只是短短的一节的经文 已经写出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在里面 大卫的儿子鸭沙龙 大卫的儿子暗乱 两个都是大卫的儿子 即是说他们是兄弟 然后鸭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妹 就叫他玛 但是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暗乱爱他 这个已经是 我们再读下去就看到了 暗乱为他妹子 他玛休急成病 他玛患事处女 暗乱以为难向他行事 暗乱有一个朋友 名叫约拿达 是大卫兄长士米亚的儿子 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 他问暗乱说 黄的儿子为何一天被一天受药 请你告诉我 暗乱回答说 我爱我兄弟鸭沙龙的妹子他玛 这两个主角 两个都是王子 但是暗乱就爱上了鸭沙龙的妹妹 而且为他幽急成病 即是心里如同火烧 即是伤思成病 但是这是一个乱伦之爱 即是 那个是你的妹妹 你怎可能会这样呢 而且这个的暗乱 即是他玛还未出嫁 暗乱以为难以向他行事 其实如果去到这里 指着都算了 都知道没办法 死一条心 那就好了 但问题就是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出场 这个人就是暗乱的一个朋友 其实这个也不仅是朋友 其实应该是亲戚 但他就用朋友来称呼他 因为这个约拿达 其实是大卫的哥哥的儿子 大卫的哥哥的儿子 跟暗乱的关系应该是唐兄弟 唐兄弟 这个唐兄弟在这里称呼做朋友 为什么不称呼唐兄弟 要称呼朋友呢 因为这个约拿达 在暗乱的眼中是他的朋友 什么叫朋友呢 朋友有很多种 这里的朋友就是最明白他的 这个是他的知心友 知己 最明白他 什么事都支持他 他心里面画一个这样的罪 的恶念的时候 我们今天就这么说 他如果怀了一个这样的恶念 应该没有朋友 怎会还有朋友跟他一起走 但是他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就是 会在他的恶事上 会在他的罪的事情上面 都支持他 都帮助他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就叫约拿达 圣经特别这样去形容他 他说 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 这个约拿达是一个圣经 如果做人做到圣经这样写 神给你的留言 就是极其狡猾 都真的挺大 这个极其狡猾 有没有让我们想起 这是一个什么的描述呢 其实在苍世基的时候 神描写 蛇就是这样 唯有蛇 比田间一切的走受更加的狡猾 狡猾这个字 本来是形容蛇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约拿达 还要是极其狡猾 就是狡猾中的狡猾 就是第一个狡猾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人 其实对他的形容描写 这个狡猾是一模一样 就是说这个人 根本就带着撒旦的影子 狡猾的影子 然后进入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狡猾的权势 狡猾的能力 这个影响力 已经进入了大卫家 大卫家是梦神简选的 本来是属神的第一家庭 the first family 但是现在 在这个第一家庭里面 蛇的权势已经进入 这个极其狡猾的人 已经进入到 这个大卫家里面 在王子的身边出现 所以这个极其狡猾的 游牙达就问暗亂了 你为什么一天被一天销售呢 请你告诉我 他已经看得出了 这个王子一天被一天销售 我想这个极其狡猾的人 从他的蛛丝马迹 从他的什么 已经知道 他一定是有些东西的 一定是看款都知道 是伤丝病的了 就已经知道有些东西 于是乎就问他 这些狡猾的人 狡猾的蛇 最喜欢在这个时候 心虚而入 人为什么会犯罪 阿当为什么会失守 阿当和夏娃失守 都是因为这个极其狡猾的蛇 看见了人的弱点 看见了人的思维上 有少少的偏差 我们身边是否有些朋友都是这样的呢 这些就是猪朋友 这些不是真正朋友的朋友 是吧 当你把持不住的时候 他会顺水推舟推你一把 很多人第一次吃烟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第一次喝酒都是这样的 其实身边的朋友 就是见到你心痒痒 充满好奇心 你在这里好奇吃烟 是不是真的不好 是不是真的会上瘾 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靓 他们一眼就看穿了 你心里的挣扎 然后他就会顺着你的情欲 推你一把 让你跌向这个心愿 这个极其假惑的药拿大就是这样 他一看这个暗乱的款 已经知道他有一些东西了 于是乎就问他了 亲近他了 就好像真的好像是他的朋友一样 这个不知道是唐兄弟 就是这样 暗乱就说 我爱我兄弟鸭梢龙的妹子他马 于是乎这个暗乱就把他的心事 说给这个药拿大听 如果真正朋友一听的时候 会怎样呢 应该就说不行 这个是你妹妹 还有你要知道她是公主 如果你向她走这样的事情 你的父皇大卫会怎么看你 这件事是很大件事的 而且还有就是 这么多的王子 谁不想作王 个个都想继承王位 你这件事一走出去 你千万不要让人知道 你这件事不要说走 你想也不要想 你想完之后 如果让大卫知道的话 王位你不用想 你哪有资格做王呢 对不对 你这样的道德操手 你这样的人品 你一生都毁了 这件事就被你的仆人听到 你的仆人都会笑到你面黄 对不对 如果是真正朋友 就会这样 但是这个人是怎样呢 我们看第五节 若南达说 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 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 求父叫我妹子他马来 在我眼前预备事物 第二级我吃 使我汗见 好从他手里摺过来吃 于是暗乱躺我装病 黄来看他 他对黄说 求父叫我妹子他马来 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 我好从他手里摺过来吃 这个若南达不单止 没有劝暗乱 没有点醒他 甚至为他提供一条的毒计 为他提供一条的计计 是很绝的 于是他就教他 不如你诈病吧 然后你的父皇来看你的时候 你就提出 指名道姓要这个妹妹 来为你预备食物 给你食物 来照顾你 果然这个暗乱 就照着若南达的吩咐而行 于是就设计好了这个对白 所以你看到 情欲、黑暗 这两件事真的会勾结在一起 而且黑暗是会顺着我们的情欲 去顺水推舟 这是我们值得留意的地方 我们常常都要分辨 我们心里的一些意念的时候 这些意念起来的时候 究竟是出于神 还是出于自己的私欲 私欲的声音是很大的 而且往往都是很急促的 如果那件事不能等 那件事很急促的 一定要成就的 很多时候那件事是私欲 这个我们如何去分辨 有时候自己的心 把持不定 有时候自己的心都会骗自己 身边也可能会有这些黑暗的权势 推我们一把等等 如果那件事不能等 一定要好像即时的 其实情欲就是这样的 只是即时那一刻的冲动 但其实那一刻只要一过了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没事了 所以我们也要留心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些东西 这样可以出来 即是十万火急的时候 摊一摊它 冻一冻它 找一盆冻水 淋一淋它 肉火一淋就熟了 只要那一刻的冲动一过去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正常 就没事了 或者是可以禁得下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留心 这个杨拿达是完全的 一个黑暗的代表 这个黑暗就顺着 他的情欲推他一把 帮他一把 于是乎 这个暗暖就果然照这个计制而行 第七节 大卫就打发人道工女对他话说 你往你哥哥暗乱的屋里去 为他预备食物 他马就到他哥哥暗乱的屋里 暗乱正躺饿 他马全面在他眼前做饼 且敲熟了在他面前 将饼从窝里倒出来 他却不幸吃便说 众人离开我出去吧 众人都离开他出去了 暗乱对他马说 这把食物拿进我房 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 他马就饱所做的饼 拿进我房 到他哥哥暗乱那里 拿着饼上前吸他吃 他便拉住他马说 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寻 大卫不如有诈吧 大卫这样听的时候 想不到有什么问题 于是乎就想想 要妹妹去照顾哥哥 哥哥病了不舒服 很正常 没问题 于是乎就真的这样去吩咐了 他马也没有想过任何东西 他马也觉得 那是我的哥哥 既然是这样 爸爸又开声 叫我做些东西给他吃 他说OK 那他去做 于是乎就去了 其实整个过程里面 最初一切都好像很正常 但到了第九节的时候 暗乱吩咐众人离开的时候 就开始怪了 其实黑暗或者犯罪 常常都是这样的 他要叫走这些众人 就是要制作一个黑暗 在黑暗里面来犯罪 所以我们都要留心 特别是我们牧养上的时候 我们都要懂得去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 所以我们就算帮人做土稿服侍的时候 我们尽量都不是单对单 特别是如果是义性 就更加要小心 如果两个都是弟兄 就还好一些 如果有义性的话 就更加不要单对单服侍 因为真的要保护自己 结果叫众人都离去的时候 暗乱就把他丫头叫到他身边 而且越走越入 从他的家里进入他的饿房里面 即是他的睡房 在饿房里面的时候 最后就抓住他 抓住他 拉住他的手 就跟他说 妹妹你与我同寻 甚至开口提出这个 这个要求 十二节 他妈说 我哥哥不要颠欲我 以色列人中不当者仰行 你不要造者丑事 你颠欲了我 我何以掩盖我的羞恥呢 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 你可以求王 王必不禁止我归你 但暗乱不肯听他的话 因给他力大 就颠欲他 遇他同寻 他妈就劝他这个哥哥 就跟他说 你不要颠欲我 他说以色列当中 不应该行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做这个丑事 如果这样做的时候 我如何掩盖我的羞恥呢 你在以色列当中 也成为了愚妄人 其实他妈真的将事实说出来 不要做这样的事 在以色列当中 不应该行这样的事 因为这样的事情 神是不容许的 这样的事情是过不了律法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第一 他没有面见人 第二 以后你在以色列都成为了愚妄人 你这个王子 你这个王子身败名裂的 不要这样做 不要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后果 但是 十四节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但暗乱不肯听 暗乱不肯听 这个字稍后会再出现 暗乱不肯听 他不肯听 你知道我们今天 有没有能听的耳朵 其实听是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听的是什么呢 暗乱很明显就是 当妹妹他妈所说的是 一个事实的时候 他不肯听 但是若拿达所说的 这个毒计 这个计策 他听 暗乱听的是 心里面情欲的声音 是幽急成病 十万火急的情欲的声音 但这个声音 其实是毁了他的一生 暗乱的选择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他所听的东西 然后 因为暗乱被他妈力大 于是就颠乎他 与他同寻 甚至 脆口暗乱 极其恨他 哪恨他的心 比先前 爱他的心 更深 对他说 你起来去吧 当他颠乎了这个妹妹的时候 之后他的心 就极其恨他 为什么会转得这么快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爱 这个真的是情欲 他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妹妹生得漂亮 所以他情欲发动 但是当他颠乎了这个妹妹之后 当然这个妹妹被她颠乎之后 他的反应和他说的那番说话 这番说话其实会继续困扰暗乱 暗乱也知道 这个情欲过后的时候 其实他要面对后面带来的后果 这个后果一想就头痛 一想就觉得 不知道可以怎么处理 就是现在收不到科 其实你以为暗乱不是傻的 是吧 暗乱也知道这件事走完出去之后 如何面对大胃呢 以后这个王子的身份 如何继续下去呢 其实他也知道 他妈说的是对的 这件事没有办法遮掩 这件事出去了之后 他在以色列的众人当中 其实再无立脚之地 这个身败名列已经可以预见 所以当你情欲过后 然后你要想到要善后的时候 其实他无法善后 所以他心里面对他妈的恨 就极其的恨 所以他对他的那种情欲 都已经无法遮掩这些繁琐 这些东西 再加上 你想想 他妈被他变欲污了之后 肯定就在他面前哭哭啼啼等等 所以这些场面 这些东西 就让他心里面极其厌恶 所以就很想趴他走 指着这些哭闹的声音 甚至可能他妈都会继续说 他说 你怎样怎样 你怎样去面对富王 一定有这些声音 这些声音 就让暗乱心里面极其厌恶 所以恨他的心 就比先前爱他的人更深 所以他就跟他妈说 你起来去吧 意思就是要赶走他 你走 你走 你离开 你帮我走 16节 他妈说 不要这样行 你赶我出去的这罪 比你财行的更重 他妈就想说 你不要这样 你如果现在这样赶我走的话 比你刚才所行的罪更加的重 因为 其实你叫这个女孩 这个他妈 她怎么出去呢 她怎么离开呢 你什么都不做 你什么都不理 你不负责任 你强行地变污了他 然后你不负责任 就硬把他赶走 叫一个未出嫁的一个女孩 一个公主 那怎么去面对这件事呢 所以这样 其实真的 他妈说得对 这件事 如果这样再把他赶走 然后什么都不去承担的话 这个罪 比先前那个更大 所以你看到 原来罪是这样的 我们要掩饰的时候 你发觉 或者我们要处理的时候 就是一个比一个更大 其实之前大胃都是这样 对吧 本来是 看到不应该看的 看到一个美女洗澡 你回家 关门 自己反省一下 过去就行了 不是 然后就陷入情欲里面 陷入情欲里面的时候 有了孩子 那要掩盖这件事 那就大件事 就一下 就是一个罪 就比一个罪更大 地滚出来 想掩盖过去 越掩盖就越大件事 初头只是眼目的情欲 接着变成真正行动的情欲 行动的情欲过去之后 接着就变成借刀杀人 是吧 就是流无辜人的血 越掩盖就越大单 到最后 真的掩盖也掩不住 神的审判下来 其实这个暗乱也是一样 起初只是情欲发动 你对付了它便算了 接着就行这个坚入 即是强奸 强奸之后 接着还要把他赶走 所以一个就大一个 圣经后面就说 但暗乱不肯听他的话 看到吗 又出现了 暗乱不肯听他的话 两次 两次记载 暗乱不肯听他的话 其实一次一次 都有说话给他 希望阻止他犯更大的罪 但他每一次都是 不肯听 不肯听 正确的不肯听 不正确的 听完 所以 结果是什么呢 首先 他说 事后自己的仆人来说 将这女子赶出去 他一出去你就关门上山 哪时他马穿着彩衣 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 到时这样穿 暗乱的暴人把他赶出去 关门上山 暗乱不肯听 不肯听之下 就叫他的暴人把他赶出去 而且是赶出去 不是请出去 不是送出去 是硬把他赶出去 推出去 一脚伸出去 然后吩咐 他一出去你就关门上山 但是这里值得留意 就是暗乱说话的方式 我们先看看前面那一节 第十一节 他说 拿着饼上前拉着他马的时候 暗乱怎么说 他说 我妹妹 好了 来到这里 吩咐暴人把他赶出去的时候 他怎么说 第十七节 把这个女子赶出去 前面是我妹妹 后面是 把这个女子 你见不见 就是 称呼都变了 他不再称呼 这个是他的妹妹 所有的关系 他都想斩断 斩断到一个地步 其实他跟这些暴人说 这个女人我不认 帮他把这个女人赶出去 他一出去的时候 你就跟他沙门抖起来 才是上山的意思 就是锁了他 锁了他 锁了道门 总之你把这个女人 我不认为他 我跟他没关系 其实这里你就见到 暗乱很想断开这些关系 因为他 其实他处理不了 这件事就是这样 所以他唯一想到的 唯一想做的就是 撇清关系 我跟他没关系 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于是把这个女人赶出去 我不想他再在这里 好好提提 我不想再去面对 处理后面一大堆的苏州市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跟他没关系 划清界线 把他推出去 赶出去 赶出去之后 最好就是锁了道门 让他不要再回来 其实他就是不面对 他就是逃避 不承担 不面对 逃避 然后怎么样 我们再看下去 十九字 他马把灰尘杀在头上 撕裂所穿的彩衣 以守铺头 一面酒一面哭壳 他包兴鸭沙龙 问他 莫非你哥哥暗乱与你亲近了吗 我妹妹暂且不要造星 他是你哥哥 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 他马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包兴鸭沙龙的家里 他马出来 因为公主也穿着彩衣 他就拿灰尘晒在自己的头上 然后就撕裂了彩衣 这个动作一看就知道有大事发生 就知道一定是 而且是极不好的事情发生 厄沙龙很聪明 厄沙龙一见到妹妹 也知道她去了暗乱的家里 所以一见到这样的景况 厄沙龙已经猜到九成了 厄沙龙就问他 一问之下 果然是这样 厄沙龙就安慰妹妹 安慰妹妹之后 就把妹妹接回她自己的家里 这个公主就孤孤单单地住在她的哥哥 厄沙龙的家里面 21节 大卫王听见这事,就心发怒 厄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乱说好说大 因为暗乱颠欲他妹妹他马 所以厄沙龙恨护他 短短的两节 就将这件事的结局交代 大卫王听见这事,就心发怒 大卫听到这件事就非常发怒 那是怎样呢 但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大卫没有处理这件事 他只是心发怒 但是没有了下文的 他没有出来为这件事做一个判断 或者是来处理这件事 这件事是没有处理过 就当没有发生过 虽然大卫王很生气 生气之后他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人的家庭 或者是 一定要有人去处理 这件事竟然没有处理 没有处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卫王非常发怒 他就是很生气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处理 为什么呢 处理不了 为什么会处理不了呢 其实大卫和这个暗乱 大家变成了一堆 这个大卫他自己心里面都知道 他曾经任由这个情欲发动 结果搞到 杀人灭口 一大堆一大烂餐 然后在后面 好了 现在暗乱在做的事 其实跟他差不多 问题就在这里 大卫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去处理这件事 因为他在暗乱的面前站立不住 你说他要重复这个暗乱吗 他心里面都会想 哎呀 那我呢 你明白吗 即是其身不静 你想想 如果我出猫 我捉到个儿子出猫的时候 那我怎么会罚他呢 大家都是这样 你做的事和我做的事一样 他变成了拿不出那个权柄来处理暗乱 因为他自己都暂立不住 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所以其实当我们自己呢 在牧羊上面 在各样东西上面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其身不静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处理不了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大罪之人 怎样能够去处理另一个大罪之人呢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都真的要向神献上感恩 原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罪 也没有办法带着罪去处理别人的罪 唯有耶稣 他就是那个自己没有犯罪 所以罪在他的面前 就没有办法暂立 但是当我们自己本身有罪的时候 我们在罪面前没有办法暂立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对罪去下一个判断 来处理罪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结果这件事就轻了在那里 但是这个鸭沙龙也很厉害 鸭沙龙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暗乱说过 他没有去质问他 没有去做任何东西 他只是心里面极其恨这个暗乱 但是他不出声 不说话 什么都不做 表面上 只是将那样东西传在心里面 这个鸭沙龙果然是一个诚苦好心的人 我们再看下去 第二个段 22到33节 23到33节 过了二年 过了两年 再靠近已发年的巴历下所 有人为鸭沙龙剪羊舞 鸭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 鸭沙龙来见王说 现在有人为伯人剪羊舞 请王和王的神伯与伯人同去 王对鸭沙龙说 我而我们不必都去 恐怕使你耗费太多 鸭沙龙再三请王 王仍是不肯去 只为他祝福 鸭沙龙说 王若不去求王 娶我哥哥暗乱同去 王说 何必要他去呢 鸭沙龙再三求王 王就娶暗乱和王的众子 与他同去 鸭沙龙吩咐伯人说 你们注意 看暗乱喝酒唱快些时候 我对你们说 杀暗乱 你们便杀怕 不要他怕 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 你们只管壮胆奋涌 鸭沙龙的伯人就照鸭沙龙所吩咐的 向暗乱行了 王的众子都起来 国人骑上蕾子逃跑了 过了两年 这件事 鸭沙龙足足等了两年 去筹备 去等机会 所以你看到 这个鸭沙龙含氏的诚苦有多深 于是他就找到一个机会 就是在这个剪阳墓的时候 就是这个修成的时候 在这个庆祝的时候 就请王和王的众子 大臣去他那里 就是要去庆祝 大卫一听就觉得 不要了 这样的话 你剪完那些 修成都不够请那些人 那么多人就不要了 你浪费太多钱就不要了 所以王就当然顾着的王子 于是他就说我不去 你也不要那么多人 你就随便哪几个跟你朋友 你请他们 这份心意 爸爸领情 所以就为他祝福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 鸭沙龙就打蛇锤棍上 就说 父王你不来 那叫暗乱来 其实王一听都知道有问题 何必要他去呢 这个二十六字后半 何必要他去呢 其实王都知道他们不和 都知道他们曾经有牙齿人 但是鸭沙龙一再坚持 大卫可能都在想 可能都趁机想修补关系 或者怎么样 好吧好吧 那就去吧 这个鸭沙龙很厉害 所以他就吩咐捕人 他说你看见这个暗乱喝酒唱快的时候 如果你听到我说 撒暗乱你们就动手 这个暗乱被鸭沙龙请去 其实他和鸭沙龙之间有一段这样的历史 暗乱自己都心知肚明 所以这个鸭沙龙一定是暗乱出现的时候 他的表面上 他的表情 动作各样东西 让这个暗乱完全失去戒心 完全没有想过 他两年都没有说好说歹过 两年都没有跟暗乱说过什么 所以这个暗乱完全去到一个地步 没有防范之下 就在那里唱快喝酒 但是鸭沙龙就说 当这些暗乱一听见杀暗乱的时候 就叫他们起来 而且鸭沙龙就说 这件事是我吩咐你们做的 所以只管刚强壮胆 只管壮胆奋用 有什么事包在我身上 是我叫你们做的 不关其他人事 这个鸭沙龙要起来一力承担 当然他的暗乱听他这样说的时候 都跟他吩咐 结果他真的落手杀暗乱 而且是当着众王子的面前 完全不被围 他也不是暗中找人刺杀他 或者行刺他 其实他也是王子 他也可以僱用杀手 忍者 当然那里没有忍者 可以暗地里去做 但是他甚至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众王子的见证之下 他就起来杀暗乱 甚至去到的地步 吓得他所有的兄弟王的众子 都骑上身口逃跑 你想想那场面是多么混乱 所有的王子 就是舞械玩剧 就全部来这里逃走 三十字 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道 大为哪里说 鸭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 没有留下一个以恶传恶 这个风声传回去的时候 就以为鸭沙龙杀了所有的王子 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会出现过的 就是宗室内乱 杀了所有的王子 只剩下自己一个 他就可以作王 所以见到杀暗乱的时候 他们以为是宗室的谋反 所以这个消息 传出去的时候 他们心中就以为 鸭沙龙一定杀了所有的王子 于是乎 没有人可以再跟他争皇位了 没有留下一个 王一听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三十一字 王就起来 撕裂衣服躺在地上 王的神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 王一听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当然悲痛了 怎会 怎会搞到宗室内乱到这样的地步 甚至他的宗室全部死了 当然惊吓过度 傷心 难过 憤怒 什么都齐了 就撕裂衣服 都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王的神仆都站在旁边 大家都束手无策 在这个时候 三十二字 大卫的兄长 斯米亚的儿子 若南达说 我主不要以为王的宗室 少年人都杀了 只有暗乱一个人死了 自从暗乱Dimu 阿沙龙妹子 他马的那日 阿沙龙就定意杀暗乱了 现在我主我王 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以为王的宗室都死了 只有暗乱一个人死了 在这个时候 若南达就说了 他很清楚整件事 他虽然不在现场 但他已经知道现场所发生的一切 因为这件事可能 但是这里我们又要值得问一件事 若南达是谁的人 若南达是暗乱的朋友 但是他对阿沙龙杀暗乱这件事情 一清二楚 而且知道他马被Dimu的时候 阿沙龙就已经要杀暗乱了 这件事他也知道 他果然是极其狡猾 然后圣经其实没有写 不知道阿沙龙的想法是何时出现的 但阿沙龙行这件事应该是不后风的 是吧 他临到落手的时候 才吩咐他的仆人 一听到杀暗乱你们就动手 王的宗室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件事 要不是谁敢去赴这场洪门宴 是吧 但是 为何这个若南达会知道呢 若南达也清楚知道 只有暗乱一个被杀 其他的宗室都安全无事 他人又不在现场 他在大卫的身边 大卫所有的神仆都以为众子都死了 的时候他就出来了 他说王你不用这么伤心 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只有暗乱一个死的 阿沙龙没有杀你的所有儿子 只杀了一个 因为他颠污了他马 这个若南达为什么会清楚得这么紧要 我真的有理由怀疑 连这个暗乱的这件事情 可能都是若南达 倾计给阿沙龙的 也不一定 要不然他怎会清楚得这么紧要 没人知道的 是吧 连阿沙龙的身边 落手的人 都是最后最后的一刻 才听到这个指令 才知道阿沙龙心中的计策 而这个若南达竟然一早就已经掌握 你看见吗 这个若南达为什么说他极其狡猾 这一边他帮暗乱 那一边他帮阿沙龙 两条毒计可能都是出于他的 但是我们见到这个罪的权势 这个毒蛇的权势已经进入大卫家里面 其实一切都是因为罪开始 而当这些权势进入的时候 其实大卫已经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罪 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惕 几方面 一来我们要小心我们听的是什么声音 我们以谁为我们的朋友 我们只是听那些说话对我们听的人的说话 其实若南达 这个若南达说的东西是最合听的 暗乱一听就不知己欢喜 全部都是信住他们的情欲 信住罪 信住仇恨的声音 我们要小心我们听的是什么声音 我们是选对听的 还是那些不选对 但是合乎真理的呢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值得 我们是思考 另外就是当罪的破口打开 其实我们所要负上的代价是极其高昂 所以我们要小心 在罪未曾失速 在罪未曾长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行动来阻止它 三十四节 阿沙龙逃跑了 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 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 若南达对黄说 看阿黄的众子都来了 果然与你博人所说的相合 话才说完和众子都到了 方声大哭 旺和神博也都哭得甚动 接着这件事一行完之后 阿沙龙逃跑了 第一件事就走了 然后这些其他的王子就回来了 大卫王和众人见到一堆的王子回来 接着若南达在这个时候出来邀功 他说看啊 和我说的一模一样 所以背后的导演一定是他 不然他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就出来邀功 王就和这些众子当然哭成一团 发生这么大的忠实灾难 三十七 阿沙龙逃到基术王阿米忽的儿子 达米那里去了 大卫天天为他儿子被哀 阿沙龙逃到基术在那里住了三年 暗乱死了以后 大卫王得了安慰 心里悄悄想念阿沙龙 甚至我真的有点怀疑 连阿沙龙的逃走路线 是否其实都是这个 若南达帮的定好了 总之他就是一行与这件事 一落手杀完暗乱之后 第一时间他就已经逃亡了这个基术 在那里住了三年 暗乱死了之后 大卫王的心得了安慰 意思是这件悲伤期过去之后 他心里稍稍宽慰之后 他就开始想念阿沙龙 阿沙龙也是他的儿子 其实 为什么他又想念阿沙龙呢 当那个哀伤 当那个怒气过去的时候 其实他也很难追究阿沙龙 因为阿沙龙做的事情 又是有大卫的影子 只不过拆开了两件 暗乱就拿了大卫的情欲淫乱的那一边 阿沙龙就拿了大卫杀人流血的那一边 所以两个王子的事情合在一起 其实就是大卫所做的事 所以大卫到最后 他真的不怪别人 他觉得没办法子弃他 那怎么办 有时候我们做家长也是这样 你看到他的儿子读书的时候 温书的时候 搞到一堆东西亂七八糟的时候 你很想咬他的时候 但是你回头一想 唉…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昨天我帮我的儿子温书 他很好笑的 他在温书 他又不是坐在椅子上 他就在地上摸来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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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笑他 他就在地上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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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沒辦法罵他 好吧,只要你獨就行了 你坐著獨也好,也沒辦法 其實就是這樣,但他也是這樣 他看到這兩個兒子,完全沒辦法 因為是自己的影子 罪的權勢一直傳遞下去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要好好地來警醒自己 我們聽的是什麼聲音 我們所行的是什麼 最一定要趁早來阻止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所負上的代價 可能是超過我們所想像的 願神幫助我們 給我們一個能聽的耳朵 當有人警戒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快快地起來,快快地回轉 Amen 靖子 每一个我们有多么的软弱 甚至我们里面有多么的黑暗 要我们把握这个时候 我们回转归向神 求神再一次让祂的怜悯 淋在我们的身上 求圣灵的能力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好让我们有知罪的心 好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回转归向神 求神的能力我们再一次的站立起身 求神再一次将一个清洁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求神来肚抹我们的过犯 好让我们再一次的资取神里面的恩典能力 求你爱你的慈爱连续我 爱你的慈悲都我的过犯 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 我的罪恶也藏在你的眼前 神啊 求神啊 求你不要离我 ===求神啊 cę愛连续我 在我的家 求我忍不要求你 求神给了érique 652 usual 祝你一看五只产记 7w7 7 легкоㄧ一 damn day 好吧 好让你为生命 求你为我造情节的心 不要收回你的 你的生命 不要掉弃我 是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收回你的生命 什么求你为我造情节的心 是我里面潮汐 有真挚的灵 不要掉弃我 是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收回你的生命 求你爱你的慈爱 念许我 爱你的慈悲 对我我的过法 我知道我彼此 永远在我面前 我的罪恶也长在你的眼前 神啊求你 不要离我而去 再次对我献一献你的容颜 不要不要也不顾我 只有你听我的祷告 神的求你为我造成切的心 是我从心的狠心有诚挚的你 不要丢弃我是我离开的一面 不要收回你的权利 神的求你为我造成切的心 是我里面重新有诚挚的你 不要丢弃我是我离开的一面 不要收回你的权利 神的求你为我造成切的心 是我里面重新有诚挚的你 不要丢弃我 是我离开的一面 不要收回你的权利 神的求你为我造成切的心 需要帮助我们 是我里面重新有诚挚的你 不要丢弃我 不要丢弃我 是我离开的一面 不要收回你的权利 天父爸爸多谢你 多谢你今天 要用大为家这个这么惨痛的历史 再一次提醒我们 教训我们 是我们要正确去面对罪 我们要止住在我们心里面 发动的那个私欲情欲 我们要小心逃避 有一些的骨蛇 有一些诱惑 这些是我们里面 控制不住的情欲 主要多谢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 将你的提醒 我们就面对 好吗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有没有暗乱的一个私欲在当中 这下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没有一样的事 是我们很想做 很想做 其实身边已经有人圈子 甚至环境已经圈子 神已经让圣灵不住在我们心里面 叫我们停呀停 停呀停 但是我们的心 就是被这个的私欲控制住 就是被一份的情欲掌管住 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们一直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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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 可能这个就好像暗乱一样 是一份的情欲 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情 在我们里面发生 身边的人已经圈子 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停下来 明知 这么急去进入这个的情 明知这个情是不恰当的 我们都继续发动 或者这个的不是只是情 甚至是一份的私欲 买东西的私欲 想爬高位的私欲 想用黑白的力量 灰色的地带得着更多财富的私欲 一份的权力 一份明知到不合神心意的 是我们工作的环境 即场的环境要得着的权力 这些的私欲情欲 有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呢 好吗 这一刻我们来跟神来祷告 如果我刚刚所说的 是呀 只是我们里面生命发动的 好吗 我们开声 我们开声跟神说 神啊 有这一份的私欲 神啊 有这一份的情欲 就连这份的发动 已经成为隐僻了 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去不去看这些购物的网站 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去网上看一些 关于情欲的片 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跟一个不该发生情的人 去继续发很多的短信 whatsapp 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叫自己安静下来 这些都是私欲 这些都是情欲 都是暗乱所发生的 可不可以我们开声 和神坦诚 主啊 我里面有 这份的情欲 在我的里面 这份的私欲 在我的里面 这份极其狡猾的声音 在我的里面 我很想停下来 圣灵已经阻止我了 身边的人已经阻止我了 但是我却是选择不听 我却是选择 要听若拿达的声音 一份极其狡猾 在我里面的声音 觉得情欲发动没问题 就好像暗乱那样 好想好想 我就随从我的私欲而行 神啊 帮我们 神啊 帮我们 神啊 今天我和你坦诚 我心里面各样的私欲 各样的情欲 神啊 求你 拿走我这些私欲 拿走我这些情欲 主啊 让我视你的境界为大 让我视你的劝告为大 主啊 为我做这个清洁的心 是一个能够将你的话语听进去的心 主啊 在这段日子你已经叫人来提醒我 我 我都不听 今天神你再一次用大伟家 这些惨痛的教训 你提醒我 主啊 让我听进去 主啊 让我听进去 主啊 让我听进去 主啊 让你听我的呼求 帮助我 帮助我 联敏我 离开这一份的私欲 离开这一份的情欲 大兄姐妹 这一份的情欲 这一份的私欲 冷静下来 好好的是跟神面对面是会停止的 暗恋当日如果可以冷静下来 他就不会犯这个的错 今天的我们 是不是可以单单面对神呢 我们的心 可不可以冷静下来 等候神的时间呢 很多东西不需要靠我们自己去捉住的 神是会上次的 我们可不可以 就让神的时间 代替我们这份的急躁呢 压沙龙所犯的罪 我们看到他好像已经等了两年 其实这两年他根本没等到 因为每一刻每一刻每一刻 他在那里计划筹算 用自己的方法 今天的我们呢 能够 全心全意在神的里面吗 能够完完全全等神吗 可不可以为我们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可以等候他的心 等候是源于我们的信 求神给我们相信 祂是掌管一切的神 祂是掌管一切的神 祂是自有安排的神 好吗 你开始把我们的心来祷告 叫我们在罪这件事上面 能够停下我们的私欲 能够面对我们的神 能够等候我们的身 祂是自有安排的神 尸肉的发动 是因为怕自己会无 暗乱怕得不着他的梅子 怕无 压沙龙怕这个仇没办法报 但是其实呢 掌权是神 为我们自己的心祷告 让我们的心可以清洁在神里面 仰望神 等候神 知道神先是华士的哥哥 一切都在我们的神的手里面 祂是上次的神 祂更加是审判的神 如果用这个私欲发动 我们要面对的罪 带来的功架是何等的大力 好吗 我们一起进入灵里面 为自己来祷告 相信神 等候神 认定神 以神的法则为我们的法则 听神的 不是听情欲的 让这一份进入我们的里面 令我们的禍里面的呼吸 可以 祢给我们的眼目认定祢 主要给我们真实的心里相信祢 更加给我们认清 祢先是主 赏赐在祢的里面 审判都是祢的里面 主要给我们敬畏祢 给我们真正学会去怕祢 这份敬畏是大着一份惊 我们应该惧怕神多过 我们得不着的东西 主要以知这些私欲 没有办法把我们打进去罪里面 主要我们应该害怕这份审判 害怕这份罪带来的后果 以致我们不会去轻寒这些罪 甚至自己陷入这些私欲里面 主啊 祢让我们害怕祢 以致我们可以听祢 祢明明说的了 明明说的了 为什么我们就是不听呢 权命明明说的了 为什么我就是不听呢 不听是因为我不够敬畏神 不听是因为我不够怕罪的后果有多大 不听是因为我轻寒 我觉得情用发动满足就可以 但是没有想我后面的后果是我没办法承担 暗暖没办法承担 淫乱带来的后果 压沙龙都没办法承担流母孤人血的后果 神啊 神啊你让我们听你 让我们知道 是呀 我是要听的 祝你让这份清洁的心进入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祝我们需要 祝我们需要 他要 祝我们 情因就要 我让我们 预理一下 我仍然 空了 我看了 我赶在 我操跃 我怕 你 这样 我真是 我跟这个 我的罪可以面对面见到你 主任你是我们的神 主任我单单要见到你的主 使用不能够将我们拉开 主任你才是我们生命最高的标准 主任我们朝见你 登着你 静静的人 依然看见他的身 手心轻定 主客站在他身上 我要朝见我一生 我要等上年和你一生 我要举身这一生 我要朝见我一生 师哥说我要朝见我的神 举起圣洁的手 与神为伍 与圣洁为伍 就是圣洁的人 好可惜今天《十美意记》下十三章第三节 暗恋有一个朋友名叫若拿达 是大为庆祥 士米亚的儿子 这若拿达 为人极其狡猾 是大为庆祥 暗恋选择极其狡猾的朋友 就让自己陷在罪里面 无法自拔 今天我们选择 哪个做我们的朋友呢 是极其狡猾之人 还是公义圣洁的圣灵 今天我们心中 什么声音尝尝得胜 情欲的声音 还是圣灵的声音 谁才是我们的朋友 让你一起为自己心理的祷告 圣灵求你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尝尝对我们的心说话 今天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 和自己的心来说话 我的心 你要起来 听圣灵的声音 选择圣灵做你的朋友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智慧的心 能听的耳朵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不足 求圣灵扶持帮助我们 成为我们心中的物友 将我们愿意听你的声音 将我们愿意亲近你 将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单单的来到去跟从你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到 哪些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主要求你将我们心里面 一起极其狡猾的声音都挪去 主要禁止这些极其狡猾的声音 对我们来说话 凡是急速的 凡是情欲的声音 我们一律的不停 主要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单单的来听你 单单的来跟从你 主你帮助我们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奉 用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朝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